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那在前面的视频当中我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强大的互动数字社区叫做FlipGrade 它能够非常有效的去训练学生的听和说 那么它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FlipGrade呢 它很多的都是用视频来进行交流的 有一些学生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脸在这个视频当中 所以的话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今天给大家强烈再推荐一下一个很多学校的线上教学都在用的一个软件叫做Palette 它是一个看板服务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变化的模板 它能够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 比如说流程图啊,心电图啊,还有一些时间线啊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完如何使用如何create自己的Palette之后呢 我也会从十大方面来说一说怎么样把Palette结合到你的语言教学当中 如果老师们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希望老师给我点赞留言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更新 欢迎老师们来到我的Palette 接下来我会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制作自己的Palette 以及我会给大家看一下我已经做好的这两个Palette的成品 最后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十个方法把Palette结合到你的中文的教室当中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Palette的费用 老师们可以看到我注册之后呢 它是可以免费的使用三个Palette 使用完了之后呢 它会提醒你你要upgrade 给大家看一下upgrade的话是8美元一个月 所以的话老师也可以通过学校 也可以通过个人去订阅这个upgrade.pro 那接下来我来教一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Palette 看到我们的左上角有个makeup palette 它这里有很多的选择 你看到有墙壁的Canvas的Stream Grade,Shell,Backchannel,Map,Timeline 那我做过用Timeline的就是说一个比较长的project 我每一天会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在 那么学生通过Timeline会比较方便 也可以用wall和Shell 那这个Stream的话就有点像Google Classroom 就是说你每天更新的会在最上方 那通过老师的需求 我今天会选择grade这个功能 选好了之后呢 这里有title 那我这个title的话会是爱好 因为我这一个grade是想让同学们来讨论一下 他们的爱好是什么 Description 你的爱好有什么 你的家人 有什么爱好 这是他们要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的话这个icon icon的话就是让你的教室看起来更有趣一点 所以我会选择一个熊猫的图案 也可以add你自己的icon 那这里有很多的选择 老师们就可以自己去看 wallpaper就是让你的这个grade看起来比较更加的吸引人一点 那我可以选择picture picture的话我看一下选择这个星球的 所以的 好接下来你也可以选择你的字体 然后最后的话这一些比较重要一些 他是说display author's name 就是说学生的名字要不要在每一个post上出现 那我会让他显示 这样我能看到每一个学生 new post position 是刚开始 是新post的在前面 还是后post的在前面 common 学生之间可不可以互相评论他们的post 因为我是想让学生做一个互动的功能 所以我是说可以的 reaction reaction的话学生之间能不能互相点赞 投票 给信息以及给成绩 那我就会说点赞的功能 接下来的话是不是老师需不需要来同意学生去点赞或者评论 那我不会点开这个功能 因为我是初高中的学生 我会提前跟他们说好我的一些 expectation 这样的话学生也不会乱点赞乱评论 最后一个就是话 如果学生打了不好的词的话 可以用emoji来代替 他会自动的用emoji来代替 所以我打开这个 那当然老师们之前跟学生讲好的话 学生也不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点击Next Next 那他就可以start posting start posting 那这个grade已经完成好了 那老师们可以remake 就是重新去编辑里面的一些东西 老师们呢 把这个分享到你的学生 这样子的话 他们也可以进入到这个palette 然后回答这些问题 那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学生进入到你的palette 比如说copy这个link to clipboard 或者有一个QR code 或者把它放到你的Google Classroom里面 或者发email 这个非常多的功能 那我会直接把它copy 然后放在我的周计划的里面 学生的话 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我的palette 那学生进入之后呢 他们有很多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有一些回答的一个palette 看起来是怎么样的 这一个的话 学生就可以upload他们自己的图片 然后回答 学生也可以用白板画一个图画 然后回答问题 学生也可以从网络找一张 他们喜欢的图片 然后回答 学生也可以录音 他是怎么读他们写的这个句子的 也把它录下来 最后的话 他也有flipgrid的功能 学生也可以把它录成视频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学生之间也可以互相点赞 老师可以给学生评论 比如说他做得非常好 谢谢你的分享 那给大家看一下 学生回复的话是怎么样的 我们点击这个plus的sign 我们看到这个title 我的生日是9月2号 然后呢 学生可以从这里选择他们的图片 或者学生可以加入一个网站的网址 学生也可以有这里的功能 upload一个图片网址 还有拍一张自己的照片 然后film也可以录音 也可以record他们的屏幕 也可以画画 也可以加他们的地址 非常多的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从10个方面来说一说 如何把这个palette 结合到你的教室当中 第一个的话就是brainstorm brainstorm就是 也可以是一个资源大分享的过程 比如说让学生来分享一下 他们春假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放图片 可以放视频 也可以直接分享一些字 都没有关系 第二个的话就是surveyvote 它也可以有一个问卷调查的功能 比如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然后每个人把他们的爱好写在里面 然后同学们可以通过like 或者给星星的功能 然后最后可以通过 谁拿到的星星最多 谁拿到的like最多 那说明他的爱好是最多人喜欢做的 第三个的话 也可以是一个announcement的功能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note要给大家 我直接可以announce在这个palette上面 然后发给所有的学生 学生不用去打开他们的google class 我们直接点开这个link 看到这个palette上面的announcement就可以 第四个就是book review 那学生的中文功底比较好的话 比如说我每一个月都会介绍一个小本的书让学生去读一读 读完之后让学生进行一些评价他们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他们可以说说他最喜欢这个书里的哪一句话 比如说他可以说一说他这本书里面学到了哪些新的字 并且用他来自己造句 这个是book review 大家可以互相分享 然后也可以互相评论 第五个的话就是topic summary 比如说我读完一个故事之后呢 我会让学生来总结一下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 并且把它用中文写下来 所以的话这也可以做一个总结的功能 我也可以让学生直接把他们的声音录下来 然后让同伴之间互相听互相评论 第六个功能的话是greek card和thank you的功能 比如说一个同学生日了 然后我们可以create一个palette是专门生日的palette 每个同学给他写一句生日的祝福 或者我们要谢谢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家长 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create一个thank you的palette 那么学生可以在里面写上感谢他们为他们做的事情 感谢的话和祝福 第七个的话就是graphic organizer 这个palette它有很强大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做van diagram 它可以做这个tree root很多的功能 所以的话让学生有一些学生喜欢用电脑 做他们的做笔记的工具的话 学生们也可以把他们的笔记分享给大家 看出他们是怎么organize他们的notes的 第八个就是competition比赛的功能 那比如说我有两个队 一个队来讨论说猫是最好的宠物 一个队来说一说狗是最好的宠物 他们来分别说明理由 到最后的话全班vote 然后看哪一组拿到的like或者星星最多 这样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比赛的性质 学生的学习动力也会比较大一点 下面一个的话就是collaborative poster的功能 学生和学生之间也可以互相分享他们的palette 那么他们可以自己create一个他们自己的 并且把它们的分享到教室里面 所以它也有一个小组协作的功能 最后一个就是student profile 学生所有post的东西即使是在老师上post的东西 都会在他的那个文档下面形成一个他自己的文档 所以的话学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做过的东西 给他非常好的整理好 所以这十大方法来帮助结合你的palette到你的教室 希望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 好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